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 小姐 太好了 宝川 恭喜你 是啊 恭喜小姐 薛公子抢到手球了 太厉害了 二哥 你真厉害 刚才我看里面那一个个公子哥都不是你的对手 太棒了 多亏了各位兄弟的知识 我才能拿到这个绣球啊 再见 再见啊 怎么王相爷三千斤的绣球 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啊 多谢气 老天爷真是太不长眼了 长得这么漂亮又有钱的千金小姐 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 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兄弟们 你说是不是啊 就是啊 就是啊 这乞丐取千金 这真是咱们大同有史以来啊 最大的奇闻了 怎么样 球在我们手上 羡慕嫉妒啊 羡慕嫉妒啊 球在我二哥手上 你们回去清明天供吧你 走吧 别跟咱们一起来见识 咱们这会儿回相府 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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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贫贵 你居然真的跑来抢锈球 完全不顾我薛妻的感受 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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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 是他 糟了 威尔哥还受伤了 你刚才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是被薛品贵给抢走了绣球 你不是说在长安的街上 你布下了兵力 禁止乞丐进城乞讨 在彩楼外设置层层关卡 在城门外有士兵检查 那为什么这薛品贵 还能混进这个彩楼呢 是小薛的疏忽 请岳父原谅 如此重大的事情 你让老夫我如何能原谅你 你 爹 爹 你就让魏虎起来吧 这件事你可不能全怪他 说不定是宝川偷偷把薛品贵 带进去的 起来吧 谢岳父 隐川 你不能这样胡说呀 娘 我哪里胡说了 爹 娘 你们想想看 这魏虎这么孝顺 这么听爹的话 他才四处布下了兵力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宝川从相府 出去承轿的时候 就偷偷地把薛品贵 藏在轿中给带进了彩楼 岳父 您川说得没错呀 除此之外 薛品贵怎么可能进入 我在彩楼外设置的层层关卡 不仅如此 他还带来凶器 把我的弟弟卫豹给刺伤了 真是可恶 相爷 那可是薛品贵得到了绣球 既然采楼招亲 这抛绣球 因缘全凭天定 那咱们就应该把宝川许配给他呀 什么因缘全凭天定啊 如果真像尹川所说的 那宝川把薛品贵藏在轿子里 那 那就是有预谋的 就是啊 爹 亏皇上还赐了半副鸾架 让他采楼招亲的 结果这宝川一心一意想要 嫁给一个乞丐 我真是从来没见过谁 天生这么贱命 嗯 殷川哪 你一定要这样说你妹妹吗 娘 难道我哪里说错了吗 你想想看 这皇上下旨 大姐夫监工 魏狐也是忙进忙出的 咱们一家人 都为他一个人做准备 结果呢 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早知道他这么想要嫁乞丐 干脆就让他站在城门口 把绣球往下一抛 不就得了吗 哎呀 跑啦 你不要再说了 不错 殷川说得没错 不川做得太过分了 魏狐 在 薛平贵 现在人呢 嗯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他现在应该在来相府的路上 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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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啊 有点好 撒 是啊 二哥现在可是 相国府的女婿 咱们马上就要 飞上枝头变王爷了 变王爷 对对对 又不是要变凤凰了 变什么凤凰 变什么王爷 白日做梦 乞丐就是乞丐 到时候还得看贵哥 是不是肯赏我们剩菜剩饭 苹果呀 你们会进了相府出来 就不认我这个哥哥了吧 不会 对 我们结拜过的吗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你当然永远是我的大哥 是啊 二哥是不会建立妄议 不要咱们这帮兄弟的 来 葛卿 你说是不是 三弟啊 你好像不大高兴了 你真的要去往宝川 对啊 我讨厌你 我恨你 小金啊 你怎么这么跟贫贵说话呀 就是 要不然这么说 哎 你应该祝我们的二哥 嘿嘿 勇欲爱河 白头偕老才是啊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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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嘛 你们闭嘴 我才不要 我祝福他进去 马上被赶出来 我祝他跟王宝川成不了亲 败不了唐 这 怎么这么说话呀 是 就是 大哥 我搞不懂了 他怎么一直在诅咒我 不管怎么说 他应该祝福我才对啊 对啊 二哥 他那是不会祝福你的 他这是在生气 在吃醋 在妒忌 他失恋了 他失恋也跟我无关啊 那个 事到如今 我也瞒不了你了 小青 她是个女孩 女的 他 女的 是啊 你到现在 还看不出我是个女的吗 噢 天哪 原来你一直把我当男人看哪 我知道了 那是因为你 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我的脸蛋 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身材 你说 我哪里像个男的了 不信 我现在走女儿部 我 我走给你看 快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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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你现在相信我是女人了吧 对不起啊 三 三 三妹啊 我以后应该称呼你为三妹吧 你既然知道我是女人 你怎么对我说 我们掰过靶子了 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把你当亲妹妹看待 还是只能当你妹妹啊 是吗 拜了把就像亲人一样 小青啊 你见过天底下哪个哥哥 爱上妹妹 最后还娶妹妹的 像花嘛 是啊 葛青 人家又不喜欢你 这里有个喜欢你的吧 你还不要人 你哥 你去死啊 狗梦 别说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就算吓死你 也不会嫁给你的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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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这么伤我的心 我的心好痛啊 小青啊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们结拜过 就像大哥所说的 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 那你告诉我 你是真心地喜欢王宝川吗 我是真心喜欢王宝川的 你 你再告诉我一次 我是非王宝川不娶的 不过我也很重视跟你的感情 所以我这个做二哥的呢 也想听你一句真心的祝福 好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我以无话可说 贵哥 我现在心里忍痛地祝福你 跟王宝川 能够白头偕老 永远 是吗 白头偕老有运和 有运和 小妹 你放心吧 我娶了宝川之后呢 我还是会一样跟你们好的 不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不一样啊 你娶了弟媳妇 可得好好疼人家 明白吗 是啊二哥 等你把二嫂娶进门来以后啊 我们一定更加努力地去要饭 供养二嫂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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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别打 别别别 别打 堂堂相府的三千斤 能让你要饭去养他 去 进去吧 快进去吧 去去去去 快去吧二哥 去啊 我进去去 去啊 就是 进去吧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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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见 这是我二弟 他手上拿的绣球 正是相府三小姐的绣球 这位 就是你们的准新客姑爷 喂 还不快点开门 放你们新姑爷进去 就是啊 快进去 你们一个个再敢这样刁难 想吃不了兜着走 就是啊 就是啊 干什么 二哥帮你 有棱 那好 那就请新姑爷随我们到里面去吧 真是 快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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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姑爷请请 新姑爷别搅了 别搅了 不能进 不能进去啊 咱们等着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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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平贵啊 别待会太久啊 别有了新媳妇 就忘了我们这些老朋友啊 二哥 我们都在外边等着你啊 快进去 快进去 是莫强求 明白吗 哎 老大 哎 你是在什么时候 开始学习咬文嚼字来呢 嗯 说的这些大道理 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呀 嘘 我葛大师念过两天半的书的 你识字吗你 啊 你 你说我不认识字 你 你 你还不是半个字都不认识 哎 我不认识字 告诉他 我认不认识字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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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好了 没事了 别难过了啊 大哥啊 人家心里真的好难过 好 喂 别难过了啊 我们应该替平贵开心才对嘛 你看平贵啊 他终非池中之物 他能接到这个绣球啊 他一定是天意 我们在这儿等大 好不好 乖 没事了啊 好好好 好好好 来啊 别别别 好好好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 快 Download 好 启禀相爷 星科姑爷求见 什么叫星科姑爷 他 您传啊 去 叫他进来 是 相爷啊 既然人已经来了 你就别太难为他了 夫人哪 彩球在他手中 老夫我自有分寸 当认了亲 我就让相爷 尽快帮薛平贵 弄个一官半职 那样 才不会露人笑领啊 我倒要看看 薛平贵到底是什么 三头六臂之 星科姑爷请 请 小婿薛平贵 拜见岳父岳母 贤婿清晰 慢着 薛平贵 你好大的胆子 我不明白岳父的意思 住口 老夫还没有承认你这个女婿 别一口一个岳父的叫着 老夫我承受不起 薛平贵 你也不看看自己这副穷酸样 居然想取相府的千金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还敢带着兵器闯入彩楼 用它刺伤我的弟弟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我没有 好了 都别说了 都别说了 起来吧 都快成一家人了 有什么话大家坐下来好好说 免得伤了和气 呸 谁跟他是一家人哪 我王阴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才会有他这种媚婿 这要是说出去了 我就不用做人了 像他这种无赖 还想进相府做三姑爷 他不但玷污了三小姐的名剑 也侮辱了我们相爷的名誉 但是告示上明明写着 王相爷三千金王宝川 采楼招亲 不管平贵复剑都可以参加 不是吗 要是现在这段婚姻 不算天注定的话 那岂不是失去了抛锈球的意义 好你个薛平贵 老夫问你 所有进采楼招亲都有情节 你怎么进去的 这 那是 我再问你 进入采楼必须搜身 你是为何带着生气 现场伤了那么多人 那不是我的 闭嘴 所有进入采楼的人 包括我弟弟 都经过门关和士兵的搜身 可是你是怎么进去的 如果不是你带进去的 难道 兵器是凭空出现的吗 那是 好了好了都别吵了 不就是个抛锈球招亲吗 怎么会现在弄成这个样子 是 相爷呀 别生气了 有话慢慢说 娘 跟他这种人有什么好说的 说多了 只是脏了我们的嘴 薛平贵 我们不承认这门亲事 锈球留下 你可以走了 什 什么 平贵 你快说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 没话说了吧 王二小姐 你的意思 不承认这一门亲事了吗 没错 你在笑什么 王二小姐 这个绣球 是三小姐亲手所抛 也是我薛平贵得到的 要是这一门亲事 不被承认的话 那即使王宝春 还得再抛一次绣球 那不就是说 他选了第一任丈夫 他不承认 还要再抛一次绣球 去选第二任丈夫 对吗 好 很好 薛平贵 你好口才 好胆量 三小姐到 好宝春啊 这平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娘 女儿待会儿再给您请罪 爹 是我亲手抛出绣球 是平贵他接到的 如今绣球抛在薛平贵身上 众目睽睽 在场的人都能作证 爹 皇上下旨 不管女儿抛给了谁 我 宝春呢 爹在处理公事 你不要多说话 我不是多话 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 我既然抛给了平贵 我一定要嫁给平贵的 宝春 这就是你对爹的态度吗 爹 您在气头上 千万别说重话啊 岳父 是啊 岳父 如今木已成舟 还请三思啊 一个死命要驾 一个死不要脸 抓着绣球不放 那该怎么办呢 小旭认为 此事该从长计议 都不要再说了 金川 和你娘 带着宝春去绣楼 爹 我 宝春 爹的耐心是有限的 听话 你到绣楼去等着 爹 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我 宝春啊 再争执下去 恐怕会越搞越糟啊 跟娘回绣楼等消息 娘 好 爹 女儿从来都没有求过您 您就答应女儿 让女儿嫁给平贵吧 我说王宝川哪 爹是疼你 你当他是害你啊 好吧 既然你那么爱嫁 那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一脱 穿身乞丐服出去吧 盈川 你怎么回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说话注意点分寸 你放心吧 爹已经知道了 爹会让你今天嫁出去的 爹 我明白了 但是你也不要太为难了平贵 知道了 宝川哪 你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 咱们就回绣楼等消息 是啊 爹看起来已经缓和多了 咱们回去吧 走吧 好 爹 你真的答应了 岳父 此事您可小心应对 如果传到皇上那里 我们可吃醉不起啊 都不用多说了 这件事情老夫自会处理 可 来人哪 薛平贵 老夫觉得你雄才善变 我儿宝川 也说你是个文武全才之人 今年秋天朝廷接榜招贤 老夫希望你前去应试 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计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 老夫可以破例 保你个一官半职的 谢谢相爷的美意 我儿宝川廷 但不知道 平贵眼前盘中之物所为何事 老夫刚刚说的是秋氏之事 老夫可以提拔你 也可以帮你这个忙 而这盘金子呢 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 爹 你干吗给他一百两金子呀 我觉得给他十两银子 都还嫌太多了呢 是啊岳父 对于这个人 就没这种必要了吧 不要再多说了 薛平贵 这一百两金子 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 也够你这些乞丐们 风光一世的了 说 要不要拿这金子 换你的绣球呢 这么看来 相爷你是不同意 平贵跟宝川的婚事喽 不错 可是皇上下过旨 皇上那儿 老夫自会去禀报 薛平贵 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问题呢 不错 相爷 你还是坚决 要用这一百两金子 来换平贵手中的绣球吗 薛平贵 你已经走了狗屎运了 相爷用一百两黄金 换你手上的绣球 换成别人 早就爬都爬过来领赏了 我想如果是你呀 晚上做梦的时候 也会笑醒的 贵姑 不要再多说了 一切由岳父做主 平贵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看来岳父已经铁了心 不把宝川嫁给你 拿这一百两金子 快走吧 谢谢苏政君 你的恩情 平贵铭记在心里 有一点 相爷 平贵真的不明白 到底是这个绣球 值一百两金子 还是你千金王宝川的婚姻 值一百两金子 还是 相爷的信誉 只值一百两金子 荒唐 薛平贵 老夫不想跟你多说 从此也不想再见到你 如果你实现了 把绣绣放下 立马走人 来了 在 在 不用干我 绣绣还给你 刚才还说得那么好听 最后还不是拿了 薛平贵 你赶快带着这一百两金子 回去过好日子吧 总比在街上乞讨得好啊 这一百两金子 可以买到相爷的信誉 不过 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你 平贵 不用嫁他了 这小子倒有些骨气 老夫现在倒是有点喜欢他了 爹 他那么说你 你还喜欢他 岳父 你答应三姨妹 今天一定把他嫁出去 如今薛平贵已经走了 这如何是好 不必担心 卫虎 小旭在 立刻把你的弟弟卫豹找来 把卫豹找来干什么 把卫豹找来干什么 哎呀 你怎么这么笨哪 爹的意思就是要把宝川嫁给卫豹啊 小旭多谢岳父 岳父 三姨妹她不可能和卫豹 不用多说了 咱们就等着潮吧 这王三小姐都回府半天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不是啊 这我哪知道啊 哎 大哥 你发现没有 这王三小姐啊 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对对对 其实是漂亮 根本就是 天女恰烦哪 哎 像皇后和公主出行的感觉 哎哎哎 好了没有啊 就一个王宝川而已 有什么稀奇 有什么了不起啊 当初我扮女装的时候 你们不也说我很漂亮吗 你是漂亮 根本是小漂亮 人家是大漂亮啊 不对不对不对 岂止是大漂亮 是大大大大大漂亮啊 去去去 嘿嘿嘿 小青姐 你在我们心中啊 那是最漂亮的 哎 去 哎 哎哎 干什么啊你们啊 这是相府门口啊 哎哎 在这边嚼舌根相话吗 没规矩 没礼貌 就是 哎 你 老大 你说 这个二哥进去这么长时间了 咱们到底还要等多久 不是 这相府啊 是大户人家 这要磕头的爷爷奶奶啊 那肯定多 不着急啊 哦 那二哥一会儿出来 岂不是 一个头两个的 哎 你会不会说话 什么一个头两个大 那是满头的包啊 那么成了 是在摩尼佛了 老大 二哥出来了 二哥出来了 来了 来了 出来 来了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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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怎么样 你脸色不太好啊 我们去寒瑶吧 二哥 二哥 回寒瑶 她不成亲了她 怎么不是啊 这还用问吗 看她孤零零一个人 所以才跟咱们回寒瑶去啊 贵哥不成亲了 怎么这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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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有希望了 你你你 当 当 惠哥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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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这 这你妹 什么时候不会唱戏了 该吃药了 嗯 宝川哪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 不听劝哪 就是啊 宝川 你就别着急了 虽然爹很生气 但是现在爹他答应了 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 可是 我还是觉得心神不宁 平贵外表虽然温文尔雅 实则他的个性非常刚强 我很担心 我要去看看 三妹 你听姐姐说啊 你真的不必担心 毕竟这件事情 是皇上下旨让你绣求昭卿的 爹不敢违抗皇命的 是啊 宝川 你爹说得也对 咱们堂堂相府的三小姐 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你说这事要传出去 有损咱们相府的颜面哪 娘 你怎么也有这么迂腐的想法 既然女儿的羞秋 已经抛给了平贵 那今后宝川就是平贵的妻子 平贵也是娘的三女婿 宝川希望娘别看不起她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堂堂一个相府的千金小姐 竟然要嫁给一个乞丐 平贵不是乞丐 我希望娘能尊重女儿的选择 这是天意 也是缘分 好好好 天意也好 缘分也罢 既然女儿想嫁了 做娘的也没别的办法呀 宝川 你可要跟平贵说 以后啊 见到父母 一定要早晚请安 还有啊 凡事都要小心谨慎 你爹的性格一定会刁难平贵的 是 大姐 宝川知道喽 娘 您放心 平贵将来一定会跟宝川一样 孝敬爹娘 你这么说呀 娘也就放心了 只要她孝顺爹娘 娘一定会好好待她的 只是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好了 你就别着急了 不是已经让小莲去打听了吗 你就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 来 我哥 她太过分了 我亲眼看到我哥打伤了你 他怎么能这样呢 再怎么说 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呢 小琪 既然我没有抢到绣球 只能说我记不如人 没什么可说的 我 欧雅哥 我哥他不可以跟王宝川成亲 我要去找我哥 小琪 他既然能抢到绣球 如今 一定在相府任亲 就算找到她 也已经晚了 可是 你是因为那个王宝川 现在才会受伤的呀 小伤而已 心里的伤 才是大事 宝弟 宝弟 大哥 你的伤没事吧 小伤而已 没事的 大哥 怎么了 喜事 天大的喜事 卫大哥 绣球都已经被抢走了 还有什么喜事 宝弟 你不知道 刚才在相府 岳父不满意薛平贵的身份 拿出了一百两黄金 要买他的绣球 可是那小子居然不干 扔了绣球跑了 所以岳父 让我马上带你回去 今天晚上就跟三姨妹成婚 真的吗 哥 真的吗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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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是真的 你别激动啊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宝弟啊 这给你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只要有付出 肯定会有回报 威尔格 恭喜你啊 我真祈你高兴 小琪 谢谢你 小琪 谢谢你的身名大义 小琪 那我们先走了 走吧 报弟 来 好事啊 啊 好事啊 大哥居然被王丞相赶走了 那他一定很伤心 我现在就去找大哥 我要把爹答应他 和我的事情告诉他 他要澄清的对象 应该是我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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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不好了 怎么回事 快说 小姐 相爷他把薛公子给赶走了 赶走了 我爹不是说会妥善处理的吗 相爷妥善处理 就是拿一百两黄金 跟薛公子换那个绣球 薛公子把一百两黄金 还有绣球丢下 转身就走了 这太过分了 我要去跟他理论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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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得 爹 你先喝杯茶 别担心 魏虎马上就到了 岳父大人 归报 参见丞相 免了 还叫什么丞相呢 还不快跪下 参见岳父大人 参见岳父大人 起来吧 起来吧 爹 你看这卫报一表人才 是不是胜过你的薛平贵呀 岂止是胜过薛平贵呀 卫报 今天保重的绣球 不管是抛给了谁 老夫找你来 就是要给你做主 把保重 嫁给你 谢岳父大人成全 小婿 莫齿难忘 请岳父大人放心 从今往后 魏报会让三小姐很幸福的 岳父大人 如此决定 只怕三姨妹她不肯 她敢 娘 女儿的终身大事 就这样被爹破坏了 我要去跟她理论 保重 保重 你听我说 爹现在正在气头上 你去又有什么用呢 是啊 再说了 自古以来 儿女的婚姻 全是媒妁之言 父母之命啊 这件事 我不会这样就算了 我要去找殿理论 我都会想要 她也想要 你这件事 我都会想要 我都会想要 你这件事 还要想要 我想要 又要想要 我都会想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满腹心酸素于谁 往事不堪再回味 失去的难再追 为你留下最后一滴泪 痛苦伤心未留谁 孤单寂寞声憔悴 每一甘何人不归 从此不再为你留下泪 甘长存断牵挂水 我拯救谁心已碎 能我从此不再 怕你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